現在就是因為有一些台灣以前 可能在Youtube或是走進一些法律 可能因為認知若在是遇見 然後就宣揚大陸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們這邊有要怎麼管 我們實體世界是有哪些機關管 然後網路世界就有哪些機關管 那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國安議題的話 我們就有國安相關機關去處理 依照國安的法制去處理這些問題 NC在網路這一塊會有什麼問題 NCC我們在網路部分 主要是那些基礎層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主要的是一些基礎 那我們的溯通法主要是一些網路平台的部分 至於網路的行為就回歸到個別機關 依照個別的法律去處理 那請問您怎麼看 因為現在華視又美化了那個陳建仁嗎 把他變成美國的副總統 您對華視都沒有失望嗎 這個沒有什麼美化的問題 我想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新聞台這個競爭機的裡面來講 當然難免都會有錯誤 那如果有錯誤我們就依法定程序去處理 我們經理機關本來就對各台 都是一樣要這樣處理的 不過他們已經一個月連續出包了 所以說他們我們是希望他們的 新的董事長總經理能趕快產生 進行他們內部的改革 不管在財務上在人力上都有一定的進展 那華視的這個程序結果到底要下來了嗎 我不曉得這個要你們要混華視 這是華視內部的事物 因為大家都覺得之前那個陳運休安陳雅林 都說要請辭 但是他們現在都還在原來的位置上嗎 可能因為它被涉及到公司治理 還有要交接的問題 因為新的產生以後來講的話 這可能還有一些公司治理的議題 那各位如果對華視的公司治理議題 可以請教華視的本身去處理 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就是出包了這麼多 就是還是沒有考慮到要撤照這件事情 沒有所謂撤照不撤照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每一次 你可以就像中天一樣 我們也是在換照的時候 我們像奶奶講的話 不會對所謂的新聞檔 或是各個的媒體 反正所謂撤照的議題出在 那所以在8月的時候 這一次這一整個七次出包的事件 會納入華視的評鑑嗎 那當然 這本來這個 那個所有的相關的事情 我們都是依照法定程序去處理 那我們有SOP 比如說要不要廣告節目諮詢 這些相關去處理 那這些這樣的結果如何 我們都會在評鑑換照裡面 這個都是相關要考慮的 不過主委 外界人仍然會質疑 您是不是有包庇華視 甚至有人說是不是要把NCC的主委 全數改選 沒有這個問題了 我們每個台都是一樣 是有相當的法律相當的 持續處理 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委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CTI109的人 感谢观看